大安里的一条农路是许多农民上上耕作必经道路 但此农路相当陡峭又未封城 平时通行就相当不便 在雨后更是湿滑危险 因此农民们也都是希望政府相关单位能够协助 他们来将此条农路渐行封城 让他们通行时能够更加安全便捷 现在就是我们这条路大家都生产道路 最主要也是都摸鱼山 所以说现在这条路上都摸鱼 不过请我们公家来到合作破坏水泥 变成鱼都摸鱼山 像刚才我们来也都摸鱼山 生命方面的交通方面的阻碍 所以想要收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希望我们这个丹尉可以协助我们这条农民 交通方面的协助 让我们收拾更会 让我们进一步方便 鲜远油耗日前接获陈勤后 也邀请县府相关单位前往会刊 会刊过后也指出此农路会进行封城 农民通行时有相当高的危险性 为保障他们的安全 待陈勤人将附近地主的同意书签署完毕后 也会紧述请县府来协助改善农路路况 那这个农路平常的话 大家在这边用笋子来种茶 还有一个必经道路 但是它非常的懂 后面这一段的话 因为是过去来讲 也包括公所或是有关单位 过去没有石桌岛 那所以说还甚至是泥土的道路 还是非常危险 还有时候农民他们在做一些作物的这种 交通上来讲的话 随时都有比较高的风险 那所以说今天特别感谢县府 嗨公务处 嗨中信 嗨李基使 嗨我们大家一起陪同陈勤人来这边 看这扬道路 嗨会看 并且说我们就请陈勤人把这同意书签一签 我们就尽快的往县府这边赶快签包上去 议长和正丰也指出 农路营路面为封城造成农民通行不便 且有安全隐患 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重视并协助铺设 让农民能够安全通行 记者卢宇凯 竹山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能够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